新起点论坛公益知识讲座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 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资深的志愿者 刘静女士来为我们做 关于个人怎么样申请税局的一个账户 开通的一个支持点的一个讲座 好那么接下来嘛让我们有请刘静女士 来为我们做新起点论坛的公益讲座 有请 谢谢牛嫂谢谢 感谢江南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提供这个平台 今天呢我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个人怎么申请这个税局的My Account 可能有的大部分朋友都听说过这个税局的My Account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怎么申请 今天呢我就把这些信息呢组合了一下 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可能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在魁伟克呢我们这个税局的有两个税局 一个是CRA是联邦税局 一个是那个Revenue Credit 是魁省的税局 这两个税局呢就是分别有不同的 就是My Account 如果你要开通的话呢就好是两个税局一块开通 那开通这个账户就是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账户以后会非常方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报税 报税以后我们要收那个税局给我们那个报税回制 叫NOA税局就是魁省税局和联邦税局都会有 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有那个CRA的Mail Account 或者区培克的税局的Mail Account 你就能在第一时间内看到电子版了 所以说你可能就不需要等那个职质信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一些报税的信息都在上面 你也可以就是核对一下有没有错误呀 有错误你再跟税局联系 就是比较快的方式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假如说我 我以前就是去年做了一份工作 我今年报税的时候呢 我搬家了 可能以前的雇主也联系不到我 他把我的税单寄给我之前的那个地址 但是我可能今年又收不到他这个给我开的这个T4 那我报税的时候要用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没有这个Mail Account 你可能就要去联系以前的雇主呀 再帮你再给你一份复义硬件呢 或者就是说联系他 但是你如果是有这个CRA的Mail Account 或者是区区税局的Mail Account 你直接进入Mail Account 就能把你之前就是说 你工作的那些税单 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的税单 就能直接就能提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报税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 拿到税单之前 你的雇主 或者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是有利收入 和银行 他在给你 把这税单给你之前 他已经通知税局了 所以说你在税局那个系统里 就能拿到这些信息 你就不用一家一家去找了 这是拿到税单一个比较快 再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 以前我们的讲座里也提到过 就是TFIC呀 RISP呀 这些账户是有空间的 而且他这个空间 他你可能可以打电话来查询 但是还有一种快捷的方式 就是直接进入这个Mail Account 直接就能看到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 申请那个 CRB呀 或者CRB 这些申请这些补贴 那么在Mail Account 也是直接就申请了 也不用 也就不用通过你 打电话呀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申请 这个也是比较快 那么就是说 你还可以改动一些信息 如果我们要是说 没有这个Account 你只要改动信息 比如说我搬家了 我要改地址 你通知税局 你打那个税局的客服去通知 那个一般是不太好打的 如果就是说 打通那个电话 通常就是等几十分钟 是很常见的 也不太方便 但是你同时在这个Mail Account里 你也可以改动这些信息 或者说我的银行信息变了 我之前开了一个账户 然后我想换掉 然后我把这个银行的信息改动一下 那在那个Mail Account里也能改 另外一种就是说 如果是税局给你写了一封信 让你回信 如果是你有Mail Account里 你直接从那个Mail Account里 就把那个回信就提交了 提交给了电子版的就行了 你不用再去邮局去寄了 这样的话 对现在这个特殊情况来说 也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说开通这个账户 非常有好处 如果大家就说还没有开通 那我建议就是尽快的开通 这样还可以给大家生活 带来方便 那就是说是不是我们 任何人都可以去开通呢 也不是的 就是说我 比如说新移民 我今年刚到 我就在税局的系统里 就没有这个记录 我就没有办法去开通 需要报过一次税 然后你有了这个 税局的系统有了记录以后 他才会给你有一个Mail Account 这样的话你才能去 申请这个Mail Account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怎么开通 开通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就在Google里说一下 就是CRA My Account 就这几个关键字 然后就马上就能看到 就是CRA的那个 加拿大政府网站上 关于这个My Account的这个链接 那我们就可以点这个链接 进去看一看 它这个My Account里是有 就是给Individual了 就是我们个人用的 还有就是Business用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生意 我这个生意呢 就是它是一个公司嘛 它也可以开通My Account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个人这一块 不涉及到就是公司 大家如果是就是 注册的时候也要看清楚 我是注册的是Individual 就是个人的 那魁省税局呢 一样也有一个My Account 那我们也是在Google里 直接说一下Revenue Quebec 然后那个My Account 就是说Individual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链接 我们点进去就好 点进去以后呢 就我们先从CRA 就是联邦税局开始讲 CRA的那个 它那个My Account的进入 有两种方式 有一种呢 就直接通过它 就是叫就合作伙伴吧 进入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的屏幕上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见吗 就是说 上面很多 列了很多银行的 这个链接 如果你通过这些银行的链接 进入CRA的My Account 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你得把 那个银行的信息 你拿好 比如你进网银 比如说我叫CFBC 有一个网银 我就要进网银 就通过你CFBC的这个网银账户 我可以连接到你这个 CRA的这个 My Account的账户 我可以进去 但是它会提一些问题 比如问你 去年你报税 然后到税表上 第几行是多少 是多少 数字是多少 它可能会问你 然后你就要查一下 你去年的那个OA上 或者报完税的那个 税表上 然后那一行是多少 它因为它要核对个人信息 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去了 所以它这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它可能还会问你 关于你个人的一些信息 一定要回答的 和它的系统里的记录 相匹配 这样的话你才能注册上 那还有一种方式 CIA账户开通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你直接在 CIA账户上注册 不是通过你的金融机构 来进去 就直接通过 CIA的自己的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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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接口进去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让你提供你的 很多的个人信息 我就截了几张图 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你的公卡号 是必须要的 然后你进去了以后 它还问你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也就比如说 就是说你 刚才我说的 在 在某一年 你造税的记录上 那你的税表上 第几行 是什么数字 你要告诉它 这样的话也是你的系统 那个信息都匹配的情况下 你才能进一步 这样往下走 才能注册 才能看到 这个账户里的信息 假设我们现在 都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们进到这个系统里 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马上能看到 RSP TNFA 它这些的 Limited 就是它的上限 我们就能看到 然后我在所有的税局 比如说给我寄的信 你看它也有一个list 我也能看到 你看就是这个 前面这个是牛奶金 然后这个是GST HST 消费退税 这个就是 Notice Assessment 就是我们的报税 以后的回质 这些我们都可以打成PTF版的 就存起来就行 就不用保存纸质版的 这样的话 你掉某一年的 某一年的收入 某一年的 追据给你的来信 都很方便 所以说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是 去办行事 比如说还是上学啊 或者你去开一个银行户口啊 或者怎么样 它可能会让你提供一些 比如说税局的信啊 或者什么 你从这儿随时可以打印 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还有这个 你查询 这个 你以前的税单 某一年的税单 我都可以看到 然后 就是 这个改动我的银行 银行的信息啊 或者地址啊 都可以在这个 外框可以改 现在这张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呢 就是我说的是 除了你 就是税局要求你 写回信 你还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 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文件 它列出来了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 如果是你想跟税局 去写信 去沟通 这些文件 你都可以通过 就是说通过这个 税局的这个 submit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功能 叫submission 你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功能呢 把这些文件交给税局 你就不用去邮局寄了 这样的话税局肯定是 第一时间收到 而且第一时间处理 就会比你在 就是说邮寄啊 在等啊 这样的话会快很多 这我可以通过税局 这个曼康提交的文件 下面呢 就来说一下 就是 魁北克税局 魁北克税局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跟这个 联邦税局的 这个开通方式 类似 它是 在 也是通过 可以通过我们的 这个 金融机构 也是跟 这个魁北克税局 有合作的 这些金融机构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图片上的这些 链接 有 CBC啊 RBC啊 TD啊 这些很常见的银行 我们通过这些 银行账户的 就是 就是你进去了以后 也可以链接到 这个 魁北克税局的 这个 个人账户上 当然 它也会问你一些 就是跟你的 个人信息 有关的一些内容 如果两者 匹配上了 它才可以进去 还有第二种方式 它是叫 就是也是 魁北克政府的 一个 一个客户端 如果通过 它叫 Click Secure 这个呢 它其实是一个 也挺有用的 一个功能吧 你进去以后 就不光是能看见 这个 任何客户的信息了 你可能能看到 很多其他的 就政府部门的 其他的信息 如果你就说 给它注册下来以后 也可以 就是说一个是 登录 这个 任何客户的 My Account 用 再一个呢 就是你也可以登录 其他的 政府部门的一些 就是 你个人的一些 账户上 也可以用 如果用这个登录的话 我们也就是 可以进到 任何客户的 My Account 里 然后大家也能看到 这些 任何客户的 它这里面的功能 比较集中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 我把这个菜单 给大家 结了个图 你可以看到 Income Tax Return Income Tax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报税 报税了以后 你可以看一下 它如果就说 Tax Data 比如说这一段 Tax Data 然后它其实就是 你的税单 点开以后 你就能看到 你历年的税单 比如说 你2019年的 2018年的 甚至更早一些的 税单都能看到 然后它如果是 有那个 有什么地方 你不清楚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 找到你以前的税单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保存 你把电子版的 保存下来就好了 也不用就是说 保持那么多 纸质版的税单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这一点 Modify 它这个就是说 我之前比如说 我报税某一年 报的有错误 这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 My Account里面的这个 当户 然后之前那些错误改一改 它就叫Modify 具体的话可以就说 不好意思 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就说 有需要改的话 可以点开那个链接看一看 然后这个有一部分是Notice Notice Assessment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NOA 如果你点开这一项里面 也能看到 你历年的NOA 在这里面都能看到 然后如果就是 对之前的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信息需要改动 需要更新 就可以直接来这个账户里改 还有一点就是 它这里面很多 很多内容 我可能用到了 用不到那么多 我就说把 之前就说 经常用了 给大家讲一讲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 最后这一项 Heloway 31 Sleep 如果是你有房子出租的话 你用这个Heloway 31 这个Sleep 能够给你的房客 开那个Heloway 31 这个呢 如果房客收到了 这个Heloway 31 他就是能够去申请 那个传结税的退税 这一点呢 可能就是说 你直接在这个账户里 就能给他开了 你也不用去 税局的柜台 这点就比较方便 如果是 就是有房子出租的朋友 还可以用到这一块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 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开通这个账户以后 从头来一遍 把这个内容给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开通 林报税局的My Account 还有KBK税局的My Account 开通了以后 我们比较方便 第一个就是 我们报完税以后 我们很快看到 就税局给我们寄到的 那个 报税的回质 报税的通知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查询 以前的税单 也非常方便 查询某一年的 就很快就能看到 再一个我们就是查询 那个TFSA RSP这些空间 我们也能看到 然后就是 这样的话 再给你做 就是你去银行 存这个TFSA 或者RSP账户之后 你心里也有数 知道那个空间是多少 或者你 就是报税之前 你购买那个RSP 往那个账户上存钱的时候 你也知道 不要超过上限 这样的话你就 能比较方便的知道 而且你申请 那个像我们这次 疫情的那个补贴 这个通过MyCount 也就是 很简单的 就能够申请 那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改动以前 我们比如说 某一年的税有报错了 有一个数字 我没写对 那我现在可以 在这里面做更改 然后还有一种是 我改地址 我把我的地址改一改 或者搬家了 或者什么样子 我如果通过这个MyCount 你还要给税局打电话 如果是通过MyCount的话 你在这个MyCount里 直接就改了 改银行信息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做的 回信 给税局回信 一般来说税局 给大家寄信的话 它会有一个 reference number 它会有一个reference number 然后你通过这个reference number 它就知道你是谁 然后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 然后你通过那个reference number 那个文件 就电子版的就行 给它交上去就行了 开通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 后里收一下 CIA MyCount 然后选那个给个人的 点进去以后 我们就是需要先注册 注册了以后 亏损税局也是这样 也是收那个 Ramio给贝克MyCount 点进去 也要是点那个 选那个individual了 这个是跟那个公司的是不一样 公司的是business的 我们个人的是那个individual的 然后选那个individual那一栏 我们就可以点进去注册 注册也是 两种方式 通过你的银行账户来注册 或者就是说通过你的 就是CIA自己的那个 钻口来注册都可以 不管是你通过哪一种 它都会问你一些安全问题 因为要保证你的信息 和系统里的匹配 不能说是有人 冒用你的身份呢 或者是怎么样子 或者还会给你发 现在好像更严格了 现在就是如果你进这个MyCount 你还要 它还要让你提供那个 邮件呢 或者是手机啊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给你发一个验证码 验证码通过了以后 你才能进去 像房子有时候有的时候 可能身份被盗用啊 然后在那个MyCount里 比如说有黑客进去了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信息 改一改 或者什么样的 房子这些 所以说这个大家 就是安全性 大家也要就说注意 这第二种方式就是 CIA的MyCount里 它会有一个 CIA自己的钻口 你通过这个进入 它也会问你一些安全问题 一般来说 最常见的就是 如果你去年或者前年报税 你的收入是多少 报税的那个NV上的 比如说第几行 那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说如果是 你要注册的话 最好是把那些 以前的报税的NV 准备好 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方便 它问你哪个问题 你就能及时的 能填上去 这个是我们进到账户里 都看到的一些信息 如果就是 大家就列出来的比较少 如果说大家 真正进去以后 会看到很多信息 一般来说就是 像这些RFP TNVC 就是最基本的 然后就是 税局说 给你写的信 给你写的就是notice 都能看到 而且你的历年的T4呀 T5呀 这些税登也都能看到 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方便 就查一下 哪年的税登也很方便 如果你要是改以前的 报税的信息 也能改 但是好像只能是 两年以内的 在你 Mile Count上能改 如果超过两年 比如说我改2016年的 那就不行了 现在就需要 手工去改 如果是 比如说我改7年的 可能在Mile Count里 直接就改了 这个就是 我给大家正常列出来 就是说 如果是 你给税局去写信 你可以直接就是说 因为这些就是 这些 类别的信 你都可以直接从 CLA 往Mile Count里 直接交上去 或者其他的也可以 他就是给的 你分了一些类别 然后就是 不用再专门去给税局 再写信 再邮寄啊 这样的话就是 效率高一些 魁首税局也是一样的 通过 那个 你的金融机构 来注册 或者是通过 那个 魁北克政府的 一个客户端来注册 都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 也跟 那个CLA的 那个 跟联邦税局的 那个方式 基本一致 我们进去了以后 也是他会 也会问你 一些安全问题 现在可能进去 也要提供 我印象中 魁省市局 还要提供邮箱 邮箱的话 他会给你在系统里 报税的时候呢 邮箱他会匹配一下 是不是这个邮箱 你当时注册过的 是不是这个邮箱 然后会给你 发一个验证码 有了验证码以后 他才会 才能进到 这个Mile Account里 在 现在这个 这个图片 就是进了Mile Account里 所有的 你可以 才通过Mile Account里 需要做的一些 就是说具体的 具体的这个事业 都在这儿 或者比如说 我们要付税 你这个再点 那个payment 你可能就能把你 比如说我 这个今年 快乐课税局 我要交 1000块钱的税 之前我们可能还要去 也可以通过 网易交 也可以通过 就是说 寄支票 或者什么 或者 或者就是说 直接在Mile Account里 交都可以 这样的话 我就比我们 直接要出去 到税局去办事儿啊 或者到税局去 去柜台 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方便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可能也不是 所有的柜台都 都可以 就是正常的办公了 还有一点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是有 出租房 出租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Mile Account里 把那个Heloway 31 开出来 这样的话 你的房客就能 就很及时地 收到这个Heloway 31 他们好去 申请那个 残结税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不多 就是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 就是说 现在告诉我 老师能解答的话 我会尽快地解答 如果不能解答的话 我查过资料以后 会告诉你 或者您可以 扫描一下 我的这个微信的 这个二维码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不能及时解答 我之后 我采购资料以后 会及时地告诉你 这个大家有问题 可以自己把麦克风 打开提问都可以了 麦克风是开着的 好的 谢谢 谢谢葛老师 不客气 或者大家可以进 我们那个 星期天论坛的群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群里 直接向我提问 然后我会 就说 如果我看到 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回复 或者大家有什么 就是说 比较关心的话题 也可以告诉我 我去 就是如果是 大家 就关注的人 比较多 我会 就是找种 研究一下 大家这个新的话题 然后 下一次讲座的时候 我给大家来讲 我会看看 我可以让你 对我 有什么 我会 我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新的内容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及时告诉我 如果就是说一些新的内容还不确定 我们就可以 我是打算从以前旧的内容里 再这样就是连续的再讲一遍 再轮着讲一遍 因为有些内容可能第一次讲 有一些内容可能比较闪 我会讲得更集中一些 会有一些之前有一些重点漏掉了 我也会把它追加上 这样的话可能话题可能是一个话题 但是内容可能会更丰富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吧 如果有什么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群里面 或者就是加我的微信 都可以跟我联系 我可以在群里面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管老师呢 我就先下线了 好的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个 星期点论坛就到这吧 好的 谢谢